信義區豪宅林立的瑞雲街 發生了持槍強盜案 而且歹徒非常的囂張 不管屋裡頭還有人 就當著被害人的面 朝天花板來開槍 搜刮財物之後 才大啦啦的離開 那麼後來現在警方 終於逮捕嫌犯 滿臉不在乎 個子矮小的 就是信義區豪宅 由偷遍搶的開槍嫌犯 光著腳丫子被移送 原來他穿的鞋 也是偷來的 成為陳塘證物 他和另外三名嫌犯 專偷馬山轎車代步 再隨機尋找作案目標 11號凌晨嫌犯一行四人 做了這部偷來的紅色馬山 來到瑞雲街 尋找下手目標 因為這座矮牆容易攀爬 歹徒沿著牆走 進入被害屋主後院 攀上四樓行竊 被屋主發現以後 為了脫逃 所以就開槍 由偷變牆 用的就是這支改造手槍 朝天花板開了一槍 拿走現金和筆電 也不顧屋主兒子在一樓 看市主比賽 從容離去 被捕時四人當中 至少有三人前科累累 為了解毒癮買毒 不斷四處為非作歹 也曾被其他警察單位 給抓了幾次 但每次交保後 顧胎附盟成為治安亮燈的隱憂 明日新聞陳建廷 郭神君還給不到